除了美国县政府以外 联合国安理会的所有成员国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 美国政府今年5月退出了这个协议 并在上个月对伊朗重新实施了制裁 伊朗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善意 为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弹道导弹力量 而致安理会通过的多项决议于不顾 美国绝不会对此容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伊朗的弹道导弹力量现在有10套已经研制成功 或正在研制中 规模是中东地区最大的 伊朗官员表示 他们的导弹有些射程可达2000公里 蓬佩奥认为 这个射程可以对有些欧洲国家构成威胁 2015年签署的核协定解除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 伊朗则承诺对核研发活动进行限制 并允许国际检察人员进入伊朗核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证实 伊朗正在遵守这项协议做出的承诺 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支持伊朗核协议的决一案 敦促伊朗不要发展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 但也没有明确禁止 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 敦促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研发活动 施加更严格的限制 美国力争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合作 依据安理会1929号决议案 再次对伊朗发展弹道导弹施加限制 伊朗官员一向坚称 伊朗的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 伊朗官员对特朗普政府退出核协定 进行了批评 安理会应该强烈谴责 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 对伊朗重新实施非法的制裁 美国的欧洲盟友 对伊朗核协定表示坚定支持 我们认为与伊朗签署的核协定 是对全球不扩散机制的 非常重要的贡献 这无论是对地区安全 还是对欧洲的安全 都是一份重要的协定 符合我们的关键利益 美国在安理会推动 对伊朗弹道导弹施加更严格的限制 可能最后不会成功 俄罗斯与中国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 发来报道 请搜紧会订阅